大家好,我是卉卉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浪漫的西式小点心 酥皮泡芙 它外表胖乎乎的很可爱 口感蓬松 加上甜蜜的各种夹心 让许多热爱甜点的人无法自拔 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吧 它用到的主要食材有 牛奶、低筋面粉、糖、黄油和鸡蛋 第一步先制作酥皮 将黄油室温下软化 删入糖粉,翻拌成浓稠状 然后删入低筋面粉,翻拌成软面团 所以糖粉和面粉一定要过筛 拌出来的面团才会细腻 黄油、面粉和糖的比例是1比1比0.7 这里30克黄油、30克面粉、20克糖 可以做12个中等酥皮 搅拌好的酥皮面团揉成圆柱形 放入冰箱冷藏 如果您掌握了酥皮的配方 就会很容易地做出各种不同颜色的酥皮面团 比如说用绿茶粉做绿茶酥皮 它只要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加上两颗的绿茶粉即可 再来看一款巧克力色的酥皮 加入两颗可可粉即可达到效果 掌握了这个结窍 您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第二步我们来看看如何制作泡芙面糊 除了黄油、面粉、糖以外 我们多了两样食材 鸡蛋和牛奶 具体的用量比在视频下方的计讯栏里有详细说明 先将牛奶黄油糖倒入锅中烧开 这里用牛奶替代水是为了增加泡芙的奶香味 能让泡芙上色更明显 面粉碰到火容易燃烧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关小火或者熄火 逐步筛入低筋面粉 之后开大火迅速搅拌 让面粉和牛奶充分融合 直至底部出现一层膜 便可以盛出备用了 熟面团降至室温才能与鸡蛋混合 鸡蛋能发挥四种作用 一是为面糊补充水分 二是提供蛋白质支撑泡芙表皮 三增加色泽和香味 四是乳化黄油 使其均匀分散在面糊中 而面粉就是泡芙外壳的聚称材料了 将鸡蛋少量多次加入熟面团中 充分搅拌 直至这种浓糊状 第三步就是把面糊塑形成泡芙 准备一个裱花袋 把面糊倒入裱花袋中 这样就很容易挤出理想的泡芙形状 从冰箱里取出之前准备好的酥皮面团 面团经过冷藏已经变硬 很容易用刀切出两三厘米厚的圆片 把泡芙面糊在烤盘上挤出三厘米直径的小泡芙 泡芙面糊经过烘烤后就会像气球充气一样膨胀起来 体积变化非常大 在每个泡芙之间一定要留足空间 酥皮圆圈的厚度要适中 太薄容易锻炼 太厚会把面糊压扁 影响膨胀效果 这里的酥皮圆圈比较厚 我用刮面板将其压制两毫米左右 然后轻轻地放在泡芙面团上 一般酥皮面团不加任何其他液体 黄油的比例越高 面团的酥性就越强 第四步就是烘烤 先预热烤箱至200摄氏度 放入泡芙烤10分钟 然后叫闷至180度 再烤15分钟 关火后将烤箱门微开 继续放置10分钟 这样出炉的泡芙不会回缩 形状美观 出炉的泡芙单吃也非常美味 奶香味十足 因为内部是空心的 底部挖个洞 挤入卡士达酱更是绝配 关于卡士达酱的做法 我们后期会有介绍 今天我们先挤入一款 简单易做的草莓奶油 好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 subscribe 订阅或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